今天G點我們一齊來GG裝了等於武裝的英國防盜系統 話說英國治安影真麻麻 多項罪案率高過香港N倍 當中行劫一項就是香港的4倍 爆竊偷車一類的就是香港的8倍 所以過去英國居住都別說不怕 皇友要追求英式自由就算明知山有虎都要偏向虎山痕 但又怕那怎算好呢 啊有啦在家裝防盜系統就行 有移英皇人就想到這個好方法 於是上網問人安裝的細節 隔下駕找什麼人安裝最便宜 誰知被人兜盤冷水照頭想 有網友無情這樣跟他說出事實 就算警鐘響這裡的警察這麼慢 那些警察偷完東西慢慢走警察都未到啦 有時那時候警察有排都不會來捉賊的 裝阿欄和攝影機都是裝飾 叫做有好過沒有咯 這樣又是真的啊 不要以為英國的警察效率可以跟香港有得比 等他們的警察來到 分分鐘連房子都被人搬走了啦 那些防盜系統裝了就當安慰劑咯 不要想著真的防得到些什麼呀 有網友就說啦 養兩隻狗好過啦 不過長遠計 養狗的成本可能貴過一套系統好多的 又有網友好大安指意地說 出街都會被人劏死牛啦 哪怕得那麼多 那又是呀 英國治安那麼差 想安全唯有出少點夜街 訓練自己醒睡一點 起碼有賊入屋你都會知醒 鎖住自己在房間保障了人身安全先啦 住得那麼提心吊膽 做什麼還要過去呢 就是為了所謂的英式自由咯 對黃友來說值得的 要走很快啦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啦